大家好 今天是9月24号 美股复盘直播 然后呢 大家如果没有不知道的话 就是我们接下来开始 会每就是 每一个时间段在讲什么 我都会记录下来 这样的话呢 接下来以后大家看直播也好 看龙缩版也好 都会就比较容易 就在那个下面的那条 那个bar 它可以调来调去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我在讲什么吧 然后呢 对 那我们就先开始吧 首先今天这个盘呢 确实是有点调皮啊 然后呢 后时如何呢 我个人觉得会 可能接下来会再涨 再跌一下 因为早上的时候 我们分析过一个东西 那就是它今天的期权啊 它今天期权的话呢 其实是比较重put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更多人在赌嘛 赌这个股市会跌 然后呢 我们知道什么铁规律呢 就是很多时候 你要是不确定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要用铁规律来想 就比如说 什么时候是 就比如说散户 一般来说是挣不到钱 这是一个铁规律 所以不能有用那个 常有的散户的思维 然后第二个铁规律呢 就是一般来说 大部分option 是不会被exercise的 因为他们会 他们会过期的时候 是会像一根废纸一样的 那么没有价值的 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明 如果很多人在这边买了这个期权的话 那如果就是我们看一下今天是多少了 SPY 就是他们一般来说 在周五的时候不会收到 就是这个钱 他们就 就是不是会 不值得他们去exercise这个期权的 然后今天我们也看到 他杀掉很多嘛 所以什么意思呢 就是今天如果就是 如果这个是星期五的话 那一般来说这个价格啊 不会掉到一百 就是比如说这边是最大的 但就不会掉到一百十九块左右 因为掉到了 他这个就是可以exercise的 然后如果我们看最新的 最新的话就是这个嘛 现在的话最多的 其实是在这边 三百二十也有一个 然后呢 还有一个很大的在这边 三百二十五的 这个的话就像现在 今天相当于是多空双杀 然后呢 不管你买在哪面 你的期权都是跌了的 然后呢 这个就是明天的话呢 三百二十五有一大刻 然后这个 在这边的期权呢 要到三百二十六块 二五 他才能 就是你才 你买这个才能赚钱 你那个时候只是break even而已 关键是 然后你要 他涨到三百二十六 三百二十六点二五 还要更高才会赚到钱 所以这边的话 明天应该不会涨到那个地方 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其实是三百 就是三百十九吧 差不多 你跌到三百十九的话 他这边就可以赚钱了 所以呢 就现在在想嘛 就是 到底明天他会取决哪个 就走哪个方向 然后呢 一般来说 对 就是 一般来说 很多的期权都不会被 就 就不会被exercise 所以大家明天的时候也要注意 就是 大家也不要在最后一天买一个末日期权 因为最后一天 就是最后一天买期权 就是最后一天卖期权的一些人 就是smart money和庄家 因为他们不想 就是他们没有打算去exercise这些option 他们只想拉高了以后抛给别人 让别人再去玩后市嘛 然后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明天不要追任何期权 要就是如果你是小白的话就不要追任何期权了 然后要注意他这个cost在哪里 一般来说最多的 很多的期权会被expire worthless的 所以按照这个思路去找最后的那个 最后股市关门的那个价格 这是蛮有用的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正在准备中的 这个2.4 trillion救助是几个意思 是很贵的意思 只能是这么说 然后呢 Trump最能拿到 就是能包容的只是1.5个trillion 所以到时候看吧 就是这个一出来的话 其实是消息是不是那么好的 那就说明那个又是可能又谈不到一起了 然后呢 还有就是美股新 就是等会再做一个走势分析和资金 还有个股啊什么的分析 然后呢 现在是4分00 好 然后下一个slide 首先呢 我们来做一下agenda 然后agenda的话 就是先先过一遍 就是按照这个顺序 我们每天都会过一个这个流程 然后呢 预测回顾的话呢 那就是 初步预测的话是高开啊 然后 要么直接拉起 要么就一泻千里 然后呢 市集直接拉起了 然后呢 大量的资金 稳当资金入 然后呢 先是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话呢 首先 今天的话是低开 低开的话 正好碰到19.7左右吧 然后呢 拉起来了 拉到了差不多324.4 然后呢 我们是说 呃 322.5 324.7 然后呢 所以他其实322.5都没有 就是到这边以后下来一点了 确实碰到这个压力位 这个压力位有用 然后下来以后呢 又马上冲高了 冲高这边以后呢 就是怎么说 因为当时啊 我们看到资金其实是 蛮不稳定的 是蛮少的 就是啊 就是只是U了一下而已 但是U的话 他就没有那么的 那个能力 可以从这么低的点 U到就站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撑位 所以呢 压力位 所以呢 就是啊 再下来 然后 呃 是 呃 刷新 很多人在说没有没有直播了 啊 有的 有的 对 啊 一般来说都是有的 对啊 吓死我了 你们哎 真的好坏啊 呃 anyways 呃 怎么说呢 就是现在的话 就他就被这边就reject掉嘛 所以我们其实预测还是算是有点稳嘛 然后呢 就下来以后呢 到这边 然后马上就又弹上去了 就是啊 我们看资金的话 像这边的资金就算是呃 怎么说 这边的话 说实话 我在这边以为他会走得更低的 所以我今天错误 呃 今天其实是预测 预测是很多是错掉的 呃 然后呢 我以为这边会往下走 但是他没有 让他继续往上走的嘛 所以预测的话 其实今天是我给自己20分 呃 20% 呃 然后呢 对 然后呃 呃 今天的话预测是走低 但是他那个低开 然后呢 呃 关门的时候差不多0.24嘛 呃 涨了0.24 所以呢 今天是错了 然后呃 再说一下 就是这个节目的景况 用信息参考 然后呢 对 呃 再 呃 弄一下时间 好 6分40 好 呃 下一个slide 啊 首先 然后再看一下大盘新闻 大盘新闻的话 今天其实没有什么大盘新 呃 没有什么太多的新闻 首先呢 首先就是有一些公司呢 已经开始去 呃 就是重重新 就开放他们的那些 呃 那个 就是divid 那就是分红和那个 呃 回购股票的那个 那些 呃 系统 然后呢 他们就是怎么说 就说明什么呢 就透露的是 他们的资金 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 健康 所以呢 这些公司呢 就是对 就是相当于就证明 它是优质股吧 所以呢 就比如说这个 啊 啊 Foot Locker啊 那个 啊 Lululemon啊 Dunkin Brands啊 什么 Dollar General啊 什么 特别Dollar General 呃 Dick Sporting Goods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Dollar General和Dunkin Brands 还有Foot Locker 还有Lululemon呢 其实我觉得是 就是也算是可以穿越牛熊的那种股票吧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自己发现了一个 就是怎么说 在Amazon上 就是我今天去购物嘛 然后呢 怎么说看到就是 呃 蛮多新的产品嘛 这种页面 真的是一下子给 就这让我联想到什么呢 就以后啊 有还有一个趋势 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可能还没想到吧 就是呃 就是智能家居 智能家居的话呢 现在可能还不是 就大家这么 就是呃 追逐的一个地方东西 但是以后肯定会达到智能家居 然后现在最大的两个 呃 也不是最大 就就相当于现在就是Google Home 或者是呃 Alexa嘛 然后呃 然后呢 这个 哦对 Alexa Echo 哦对吧 Echo是谁来站 Echo应该也是 我忘 哦 Alexa就是Echo 哦 Anyways 就是接下来的话 他就亚马逊 是不是也呢 就是他现在就是做 又来一个fire all new fire tv stick 就是这样的话 也会给一些 另外的一些直播的一些 啊不是streaming的一些 呃 那个网站 也会带来一些竞争嘛 然后呢 还有就是 他的一系列产品啊 都是就是 呃 对 就是主要就是他 他很多新的产品出来 然后都是很炫酷的 然后呢 呃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说我一定要 呃 就是推荐大家 就是我一定要推荐 我妈去买优质股 就是因为这种股票 你买了以后 你笑都能笑醒的 你他要是降了5% 降了10%啊 说实话 你要是买了amazon 你要是真的相信 这个公司 他降10%的时候 你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你真的又可以 就以更低的价格买入了 呃 你看看这个amazon 他呃 一直以来的价格啊 就呃 真的其实不用太担心amazon的 就是哪一个低 哪一个跌不是一个好的买入点 哪怕是2018年这个地方 哪怕是这边 2018年 这边吧 算是 然后呢 每一个跌都是好的买入点 所以呢 这个的话 这个公司的话 虽然最近跑的是有点高 然后呢 你也要小心一点 不要就是像摩天轮 凯文一样 买到最高点 你也要等到那个 他的那个 就是就比如说 这边要建一点仓 这边要建一点仓 然后等到他回归到 就是对 就是差不多 这两个 这两个点建仓是很 就相当于是蛮安全 在这边建讨的话 你可以向你爸妈讨点钱 再来投资的这个公司 就是 这就是优质股的优势 那就是你可以睡的香 啊 不然的话 你要是投什么BA 然后你要是投Nicola 你要是投一些 就是Intel 啊 真的是哭都能哭醒 等半夜起来 然后看看 哎 这个股是怎么样了 就 这就是 这就是优质股和 就是你要选个股票 你要选的就是 人半夜笑醒的那种 而不是半夜哭醒的 所以呢 BA的话 还有银行股啊 什么 我建议我妈妈 不要不要碰啊 呃 大家自己也自己看着办 但是呢 选股一定要选优质股 这些优质股 只会越来越贵 但是也不要让你追涨 就是不要像Kevin一样 呃 不要像摩天人Kevin一样 追涨到最高点 你一定要等大家都在疯狂的卖的时候 然后哎 减一点 加一点仓 建一点仓 哎 就是 就是这种玩法 这种就是非常稳当的一些玩法 啊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就是 呃 接下来呢 就是有一个 他们在说嘛 就是啊 有他们这个民主党呢 在弄一个 就是呃 一个 他们之前说的是3 trillion 现在就是减掉一样了 为了更好的谈判 然后但是呢 之前的话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好像1.5个tillion的时候 他都没有 就是没有谈谈成 现在的话2.4个tillion 说实话 这这个的话 其实是谈 就是 expectation的话 就是呃 没有 不会达成的 所以今天的话 股票其实也是 在那个时间点开始 就是开始往下调了 但是呢 就是怎么说呢 呃 如果能达成的话 那就会是一个非常利好股市的 呃 消息 所以呢 这个 这个的话就是要在下个星期了 下个星期要看了 然后但是我觉得可能还会真的达成 或者是他们说2.4 trillion 但是呢 他们到最后谈判以后 都可能到1.2 1.3 就是谈成了 就是在meet halfway那种 可能吧 也可能吧 所以到时候看吧 呃 但是这个 expectation的话就是谈不成 啊 然后因为今天我们也看到市场是怎么反应的 嘛 然后呢 再是下一个新闻 Powell says Evections Mortgage 就是他就一直在说 就是你不要听别的博主说什么 啊 已经啊 今天他突然冒出来说一句 啊 我已经进 啊 已经进进进我的能力所为了 然后另外的只能靠别 呃 fiscal policy了 这都是 Powell说的话 每年都 每次说话都是这样 就是他只是市场 真的是好像市场 呃 这个走了怎么样 然后就别的博主 怎么样解读一下 这种我很讨厌的 你就是作为博主 你我们一定不能跟新闻界和同流合污 就是新闻界的话是这样的 哎 走出一个什么走势 Battery Day 这么好 哎 你股市不领情 哎 你这个新闻就批判了很很厉害 那要是股市很领情呢 那新闻 这不是 那个舌头伸到屁眼里面去啊 就是 真的 真的是 就是我们作为博主的话 一定要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然后呢 PAL的话 说实话 真的没有说什么新的东西 呃 只不过现在就是市场 对啊 所以呢 anyways 就是接下来的话 就是很多 他现在所有的很多新闻啊 都是在把那个我们的眼睛 我们放到那个fiscal aid上面 所以呢 这个的话 就是下个星期的重宝消息 到底能还是不能 然后呢 如果不能的话 9月份一到 哎 他们那些congress的那些人 都要回去了 要去那个干嘛来着 要去回去投票了 所以呢 我在干嘛 这个 我们 还有很污的人啊 嗯 对 好 那就是 这就是新闻 新闻面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是 呃 13分 10秒 结束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呃 k线图复盘 k线图复盘呢 今天就是资金的话 走的也是 就是有点 呃 对啊 就是 一大早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除了科技股 另外钱是红的 然后呢 之前的话 我们也说过什么呢 就是就虽然昨天 Dowjones走的很好 不代表现在复苏股是好的选择 然后呢 9月头的时候我们也说过 就是 对 Dowjones就是 知道吗 就是复苏股啊 就是要小心一点了 因为 哎 第二波疫情来的话 就是很多 第一波挺过去的 就第二波就挺不过去的 就风险是 就是很 嗯 对 越来越大了 然后但是呢 科技股的话 就是可以很大的科技股 很好的科技股 就可以穿越牛熊的 然后呢 今天的话呢 开盘的时候呢 就是呃 这边略写红 然后呢 这边 就是这边稍微有点 就 就是 哎 要快要变绿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 今天的话 一开始资金是流入的 然后呢 资金流入 然后突然又流出 流出了以后呢 哎 就是碰到1 319.8了嘛 就永远不会就是 只是碰到320的时候就上去 或者 快碰到320的时候 可能快碰到320的时候 上去的话就说明什么 就是很快可能要跌下来的 但是如果超过的话 那就是一种 就是跌破了一个 这个支撑器的话 就让很多人止损了 然后呢 就拉上去了 让很多人止损以后 拉上去了 拉上去以后呢 怎么说呢 呃 这个钱就一直在流入嘛 流入的时候 但是也没有流入太多 因为他一开始砸的时候 就砸了蛮多 然后现在拉上去的时候 只是net 只有这么多 然后但是 他的股价是快要到 那个蓝色的那个EMV了嘛 然后呢 这边的话是看什么呢 都是 都是科技股拉的 哎 所以啊 马后泡一下 哎 昨天要是我把UVIX 最高点卖了 然后再买入了 那个TQQQ 那个我该睡的多香啊 就今天早上在 但是 这也只能是马后泡 然后呢 呃 这个的话就是 他一直冲冲上去 但是这种走势的话 其实是 怎么说呢 呃 对 资金没有流入太多 然后呢 但是他已经就是 到了一个重点压力位了 那就说 说明什么呢 要接下来可能要跌了 就是重点压力位 怎么看的呢 就是这边 他在这边 如果我们画一条横线的话 是在差不多324.6 对吧 然后呢 他这个EMV下来的时候呢 也是在差不多这个点 所以呢 这个点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 这是一个蛮重的一个压力位 然后呢 压力位到以后呢 没碰到 马上就下去了 然后资金还流了很多 这个时候呢 我就以为什么呢 我就以为这个股市要往下走了 因为他资金一直在创lower low 然后呢 这个资金已经突破新低了 但是这个股票还没有突破新低 这就是大家要注意的 这就是我 就是不能依赖资金的一个地方 一个example 就是这次就是完全错的嘛 然后呢 他资金下去 就是主动单在流出 主动单在流出 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 资金在流出 说明主动单在卖 那就说明很多可能是散户在卖 然后呢 因为在这个 对 在相当于在一个箱体的最底下嘛 然后呢 散户在卖了以后呢 因为箱体是在322到325这个地方 如果是看这个箱体的话 确实大了卖出的单子啊 是在箱体下面的 然后呢 他资金在流出 但是他这个股价的倒是走稳了 然后流出了以后呢 我们也看到他就是最后的时候上去的嘛 上去的以后 但是对啊 资金还在那个创了个新低 但是股价已经到了新高了 而到之前那个高 然后也碰到了这个压力位 然后呢 碰到压力位以后 哎 那个马上跌了 就跌了一下以后 马上就反上去了 然后就是突破了 突破的话 对 这个时候的话 我也是就是 有的时候 你看这个如果太 太依赖的话 就会很多地方会有 那个confirmation bias 然后呢 然后就拉上去了 拉上去了以后呢 他又怎么说呢 我这个时候呢 觉得因为拉下来 因为他快碰到这个压力位了 但是呢 他这个资金呢 怎么说呢 他流的太快了 就是不是细水长流那种 不是这种 这种摸摸擦擦上上下来 而是一下子拉高 一下子拉高的话 除了庄家 除了机构 除了电脑 散户是做不到的 所以呢 哎 就拉上去的嘛 就是哎 就我以为这边就要跌了嘛 因为碰到这边就几乎要跌了 然后当时价格是324.86 然后呢 确实碰到这根绿线以后跌了 但是跌的程度呢 往往远远没有我想的那么多 而是一下子就回来测试了这个点以后 马上又拉回去了 拉回去了资金也拉高了 然后拉高以后呢 这个就是一路在走高嘛 一路走高了以后呢 他资金还 但是还是走得太急了 这个走势的话 我看了就是 怎么说呢 哎 还真的有个人叫摩天安凯文 这个不是 这个应该是假的摩天安凯文 对 然后呢 对 摩天安凯文 等会我给大家看一下头像 但是呢 怎么说呢 就是拉高的话就怎么说呢 他这个资金拉的太快 急入资金的话 就是也不是一个好的 一个 现象 因为有 就是如果你要 你是庄家 你要卖的话 你要拉高的话 你肯定要让很多人抛掉 因为这些抛掉的人会买回来的 你只要让他们错过这个单子了 你就错过这个站了 他会追着这个火车跑的 然后 哎 就是 所以这个走得特别急嘛 资金一下子上去 一下子进去的时候 都没有任何的阻力 就一下子拉高了 这种的话 是不是特别的 就 以后看到这种情形啊 就不要太急着追高 等到压力位 看这个压力位干嘛 然后呢他碰到这个 差不多碰到这个压力位的时候 我这边框了出来 因为他很 就是怎么说 他一下子往下 就是资金的话 怎么说呢 资金流啊 他是就是我们看他主动单和被动单嘛 然后呢 如果是一下子能这么有默契的 像一根直线一样拉下来的话呢 或者拉上去的话 那说明大部分 大可能呢 是机构在操作 或者电脑在操作 那操作一个原因呢 就可能是因为要碰到那个支撑位了嘛 压力位了嘛 碰到压力位了 然后大资金开始 就是像说好了一样 马上就开始掉头了 掉头了以后呢 这个可能就是预兆就是要跌的嘛 然后这次我这个倒是预测对了 然后呢 这是我自己在盘中的时候在想嘛 然后呢预测对了以后呢 他就开始下去了嘛 下去碰到这个压力位以后下去了 下去了以后呢 就是当然那个时候差不多是 两点 一点半的时候 然后呢 一路就下去了 但是呢 他资金碰到第一个点了 但是他价格还是没有碰到今天的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然后就是如果我们要用这个资金来判断一下 明天走势的话 说实话 我个人觉得这个很大一块 就是相当于什么 今天走的是开局在 相当于今天和明天肯定要选一天来杀爹的 杀那个杀空的 因为做空的单子很多 而且都浮影很大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今天就可能很多人就是怎么说呢 首先早上的时候我们也提醒过了 不要去 不要像摩天 摩天轮开本可能会 就是今天早上就去做空了 我们不要像摩天轮开本一样 然后呢不要做空 那尼口了 也不要做空 对吧 然后也不要做空 大盘这些我们都说了 然后呢 今天就是一早一早就是低开马上拉高了嘛 拉高了以后呢 今天就是相当于就是又上来以后再又往下了嘛 相当于这边的话可能是杀掉了一些 杀掉一些做空的一些单子 就是很多人就是可能他们已经盈利了 然后呢看这个大盘好像走了两个 double button了 然后呢可能要往上回去了 那就是他们就可能就只赢了 然后呢把这个单子 把put的单子那个杀的价格低了很多嘛 然后呢现在就又回去了嘛 所以接下来的话我感觉可能就接下来更加可能要往下走吧 当然也可能是明天就是继续往上走也是可能的 只不过如果是就是今天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边套了谁 套的是那些机构呢 还是机构在这边狂买呢 还是说套了很多摩天伦凯文 那所以呢我个人觉得今天很多人可能就是 就是很多散户 就是因为我也在很多散户群了 就是我感觉可能是很多人在这边就追高买入了 因为他确实到了320破了个底 跌破线了 然后呢要上去 所以呢 就是因为我自己很想就是忍不住要建仓 这就确实是事实 所以每个人都怕错过车嘛 你要是看这个股市涨的时候 你就是怕错过车的 所以这个他而且他涨的感觉啊 就不是说想要悄悄的涨 不让你发现那种 而是说就是有两种涨势 一种涨势是让你感觉要跌回去 这样的话你就会逢高减货 另一种涨势就是让你就是都不冷静的 就没有想到他是怎么说他你就怕错过这个车 重复一遍啊 就是一种涨势是怕让你觉得要跌回去 所以你每每个逢高就要那个出货了 另一种涨势呢 第二种涨势呢 没感觉好像要就是要下车一样 就是就觉得步步 就是你好像不看这个盘五分钟 你的你的那个你的账号就会多几百块钱 那这样那样感觉 所以呢我更加感觉经验涨幅呢 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的话呢就说明什么 引诱的就是可能是摩天文凯文 摩天文凯文要是引诱进去的呢 那接下来第二天那就 怎么说呢 就有就是对就不知道 应该是会砸下来吧 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啊 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再引诱又高一点 或者是就真的是拉上去了 所以这也是可能的啊 对还还有一就我的我我炒股啊 阴谋论很多的 然后呢阴谋论的话 虽然很多但是也帮我挣到很多钱了 所以呢我就一直喜欢阴谋论啊 因为对啊就是能帮我挣钱的 当然要相信这个阴谋论 这个SPY怎么露不出来啊 好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今天 今天晚下午的时候 他好像住了一个底一样的 就这边这个底啊 让人很容易抓到 然后让人很容易抓到的手 就是如果我们看一分钟的话 看这边很容易抓到 真正的底是什么 真正的底是顺势而 就马上会消失的啊 抱歉我的语文不是特别好 就是但是呢怎么说呢 这个底呢就是哎 来上车呀来上车呀 然后都等着你上车呢 然后呢就拉上去了 拉上去以后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就是就是我觉得更 很容易上车的车啊 不是好车 所以呃对 这就是我对大盘的复盘的情况嘛 24分10秒啊 大盘复盘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呃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notable mover 今天的话呢 其实呃特斯拉很好啊 就是硬生生的从351.3拉上来了 所以如果大家是就是怎么说的 像像之前我们一起说的 那这个就是呃到了点位就建仓的话 今天正好到了一个点位 那就是360 然后呢接下来点位就是320了 然后就是280了 对吧 一次一次加仓 然后呢今天正好到一个加仓位置 然后马上拉上去了 所以呢这个的话怎么说呢 呃特斯拉的话就是这种腰股 然后早上的时候还有人在担心 要不要被套了 就是怎么说就完全不用担心 这个特斯拉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呃 还有就是接下来下个星期会互盘嘛 呃所以今天的话 特斯拉其实是表现的蛮英勇的 但是呢千万不要追高 因为现在风险还是很大 而且我个人还是觉得 呃这个 公司好公司是好公司 但是呢怎么说还是有点高估值吧 所以呢呃对啊 就是特斯拉的话说这样 然后snow的话今天也涨了 Golman's Balzac呢怎么说 就是机构之间相互相互撸嘛 呃恶心吗 恶心的 但是哎他们怎么 他们为了钱会做出任何事情 那就就相互撸呗 对吧 就是相互 哎我给你一个好评啊 哎你也给我一个好评啊 就就这样吧 还有呢 mining今天也很好的 这个今天很好 也不是特别差 就是惊讶 因为昨天是特别差 就银子都降了7%了 然后呢 哎 Nikola真的是 哎 但是你要是做空他的话 还是很危险的 因为他马上就拉上去嘛 而且这种公司啊 做空的真的是 不差你一个人 真的 他做空的人有千千百万个 但是呢 逼空的时候呢 就完了 呃 大家就要小心了 所以他活生生的从20%吧 拉到了10% 所以所以也算是牛吧 呃 算算算算算是蛮好的 然后呢 还有谁呢 就是呃 BA呃 推特推特的话 就是昨天 大家就是 也是算是昨天 就是大家都在红的时候呢 呃 推特是绿的嘛 然后呢 绿的话就是 就是千万不要那种时候 想觉得 哇 推特是比别的股票跑得更好的 呃 就是这种股票 能在这种环境下还是绿的 那是非常厉害的 当天厉害是厉害的 但是第二天就不厉害了啊 就通常是这样的 呃 所以呢 呃 这个就是一个方面 推特的话就 呃 对 以后看到这种情况 不要就盲目的追到一个 就是好像整个板块是红的 但是有一个绿的 你就要追到那个板块去了 不是这个逻辑 然后BA的话呢 呃 对 就BA又跌了嘛 然后BA的话 怎么说呢 呃 我还是 就我 就大家别问我 什么时候买BA了 要不要买BA 我能想到很多很多股票 就是真的能 风险比它越更低 然后回报还比它更高 呃 那你为什么还要买BA呢 就 就相当于你投资的话 就 就是 你雇一个人 帮你理钱 帮你管这个公司 你要管 你要BA的那些人帮你管吗 那管的是什么 就飞机爆炸 然后飞机那个坠毁 然后呢 把那个headquarter 移到华尔街旁边去 然后把 从那个工厂那边移开 然后呢 不管工匠执行 呃 不管那些工匠 然后只管那个巧作 只管钱 只管 只管那个 呃 那个怎么样 财报更好看 这种 你想要他们帮你做吗 你 我觉得你不想吧 你想要招的是谁呢 就像AMD一样的 就是有狼性的公司啊 AMD NVIDIA 然后呢 呃 还有就是什么 特斯拉 微软 然后呃 Google啊 那些就是那些是top of the top 他们是最精英的那一批人 BA的话那不是 就是一群就是勾心 就斗角的高层 呃 在那边 就是能拿多少钱 放到自己口袋里 就拿多少钱 放到自己口袋里 大家可以去YouTube上 找一个视频叫做 The Fall of Boeing 就是波音的 呃 波音掉下来了 就图一点就这么 The Fall of Boeing 呃 The Fall of Boeing 然后呢 是Bloomberg的一个视频 就是讲了他怎么样 从一步步从高 呃就是王座掉下来 然后从一个就是工匠之心 变成一个就是勾心斗角的一个 就是商人的一个 就是资本家的一个 那个玩具嘛 所以这个波音 这个视频看过以后 你可能就不用 不会想投资波音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啊 Fiverr Fiverr的话呢 就今天终于掉下来一点 然后为什么我要说呢 因为我很看好这个公司 所以呢 我一定要等到他掉到一个合理的位置吧 然后再买入吧 啊 Fiverr的话呢 他一直是什么 我担心一个东西呢 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 一直量很少 现在的话量虽然多了 但是怎么说 高处放量还是有点不担 还是有点担心 而且这个公司 他基本面没有涨得这么快 他原本要是这么涨的话 这么涨的话是合理的 但他现在涨太快了 所以啊 我估计会在70块左右 起码到70块 我再考虑这个公司 如果不能到70块 那我就宁愿错过这个公司 啊 好 那就 那就这样啊 啊 这个Notable Mover就说好了 然后现在是29分 对 呃 然后呢 我们再说一下 接下来预测 接下来预测的话 明天的话 可能会是短期的一个底吧 呃 然后呢 希望能出现在三到四点 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是最不理智的时候 呃 所以呢 对啊 如果明天是底 是在上午 然后大家都买入了 然后呢 哎 他还拉伸了 那就要大家小心一点 周一到底要不要 呃 对 但是呢 怎么说呢 呃 如果是明天出现下午的时候 呃 这个底出现 就跌的是在下午 那你可以周一 你可以其实蛮放心的建仓 因为周一应该是好的 呃 就是因为我们是反向思维 嘛 如果 如果那个庄家 如果机构想要我们就是哪里 呃 怎么说呢 呃 如果机构想要我们在 呃 就是卖掉的话 他们应该会选在一个 我们最不理性的时间 让我们就是最大的可能性 让我们抛售我们这个筹码 那就是可能下午的时候 或者是快快到快关盘的时候 呃 对 好 那就呃 这个的话就是走势 呃 走势就这样 就这样